很多人买了肉介的板件牛排 但他不会做 今天这个视频你得收藏起来 用烧烤酱腌制牛排两个小时 把它和菠萝直接穿在串上 这就是简单粗暴的烧烤 油都不用放 放在炙热的铁板 把表皮微微的烤焦 烤过的菠萝真的特香 这就是巴黎岛烧烤 板件牛排撒上咖喱粉和红椒粉 海盐黑胡椒橄榄油调味 用手让牛排吃足腌料 腌制20分钟 这就是中东牛排 锅子烧是非常烫手 放一些精炼橄榄油 一面煎一分钟即可 切开里面就是美丽的粉红色 把牛排平铺在沙拉上 再擦一些柠檬皮增加风味 牛排沙拉营养低身糖 中式做法你肯定学的会 切成牛肉条以后 只需要用酱油和麻油腌制 再来一些白胡椒 抓匀把味道吃进去 腌制二小时以后切一些彩椒 锅子烧至非常烫手 热锅冷油下入牛柳 大火给牛柳翻炒 翻炒上色以后降入彩椒 持续翻炒 撒入海盐 再次翻炒 总共烹饪一分钟即可 不要把牛柳炒熟 这就是三道非常简单的 板件家常菜 牛排千万别做全熟 否则真的老 没想到菠萝配上烧烤酱 还挺好吃的 再尝一下牛排沙拉 不说了 牛排沙拉怎么都好吃 经典就是经典 浓郁的香料 配上清新的生菜 满满的抑郁风情 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家常菜 用牛排炒牛柳 不要把牛排炒至全熟 并且采椒 也不要把它炒至全熟 这么好嫩 这样你才能吃到 食材本味的美好 三种板件牛排的做法 已经教给你了 赶快回家试试吧 抖晕